HELLO HELLO 我是阿冠 今天來介紹《異城餘生 庇物所 Online》 《異城餘生 庇物所 Online》 是由美國Batsips.Soul World官方正版授權 盛大遊戲DN工作室自主研發 Burning Game代理發行 《異城餘生 經營探險手機遊戲》 以《異城餘生 庇物所 單機版》為原型 延續了《異城餘生的世界觀與末日題材》 玩家將作為監督者 建設自己獨一獨二的庇護所 而保證資源的生產以及探索 在廣闊的世界中與危險的怪物 和其他玩家進行生存以及戰鬥 譜寫專屬於自己的末日傳奇 而遊戲戰鬥的方式採用即時揮合 攻擊採用的是自動攻擊 會依照角色人物的自身速度進行攻擊 而每位人物也會有自己專屬的技能招式 在怒氣之滿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而遊戲保留了單機版中 層建城防、資源搜索、人員配置等 玩家高受好評的玩法 並豐富了副本探索、英雄培養等內容 更新增了PVP有趣的玩法 相較於單機版本 拓展了更多的原版劇情、隨機探索、 社交互動等遊戲元素 而目前遊戲預計在2月26號 就會正式上市 有興趣的觀眾在等幾天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異城餘生、屁股所、安賴 那它其實就是單機版正版的 正版續作 那最主要就是模擬經營的系列遊戲 那我們現在要先學會建造解鎖 先建造一個發電機 發電機 到時候還派人上去就好了 那其實這款遊戲它也是 從2015年發布開始 至今 下載率 應該是總共下載率超過2億 非常多 那其實也是非常知名的一個 漠視題材的手機遊戲 不只手機遊戲 那當然電腦遊戲也有 我們現在確認 我們找一個 居民幫我們發電 你就在發電機上班吧 用鼻孔發電 加速 其實這類型的遊戲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一次的還可以組建小隊啊 然後一起去探險 我們還要再發明一個那個嗎 還要再用一個發電機嗎 好 再用一個發電機 那其實這次因為正統續作 其實應該也會有蠻多的故事線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是 優良市民 所以就被選 選成為就是應該是監督者 實習生監督者 那遊戲其實它預計會在應該是2月25、26號吧左右 因為原本是2月18號 但是它好像有點點的 呃 Delay了 它有點改變了 所以它有點延期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它技能是亂射兩次 居民的 技能 好你去吧 就一個人出戰夠嗎 我們往前走走走看吧 應該等一下可以往下 再往下 我來看一下 柔柔 對沒錯 就是一個小蟲子 那也就變突然變成策略遊戲了 其實原本應該是精英模擬的 有大招嗎 怒氣值不夠啊 怒氣值 其實我覺得因為遊戲最近的遊戲類型真的太多了 那很多就是那種免洗系列超多 大家應該都知道免洗系列超級多 那變成說只要比較有一些特色的趣味的就會覺得 蠻新鮮的 我們看一下準備訓練 建造一個訓練室 為什麼一定要建造在上面呢 剛好講劇情就是因為世界變遷了 所以我們就建造一個 在地底下面可以生活的地方 我們擁有一個 五級市民啊 還是劇情 是劇情我們要有一個五級市民 找剛剛那個女生嗎 對 訓練 訓練十秒就夠了 十秒直接升一級 因為現在在教學 他只要時間都是免費的 完了完了我們要沒食物了 大家都餓死了 建造一個小型 屁啦餐廳就可以了 應該要什麼農場啊什麼的 免費 按住這個幹嘛 好按住囉 哦這是人哦 怎麼沒有看到 我按住了已經成功了 加速 他那邊直接加速耶 所以只要有餐廳就可以了 只要有餐廳他就有食物了 完全不需要什麼食材 我們先把一個人訓練到五級 好爽喔 只要按免費就直接升 領取啊 我們領到什麼 安排他去大門 完成戰鬥部署 好爽喔 我要到這邊 戰鬥 孤大門了 那我們還要再找一個人去 去清理這個地方哦 他這個人不知道叫什麼名 算了 我就先叫他安妮好了 去吧安妮 兩個人感覺很強耶 兩個人感覺很威猛怎麼辦 而且他還有前排跟後排 完了完了完了 先來一個怒氣值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覺得 哦還好一個暴擊 運氣好 我來看一下列表什麼 清理怪物的 這是我們剛剛得到的啦 辨 什麼以上辨識第一課 我們將主控式乘以第二的等級 我們將主控式乘以第二的等級 好 主控式先升級 可以嗎 免費 免費 耶 有免費真好 免費真好 什麼他剛才叫我睡覺嗎 先領東西啊 得到什麼卡呢 不要我想要什麼很厲害的人物 電力800OK 我很需要電力 艾力海報不是人嗎 是有什麼劇情嗎 感覺是有什麼特殊劇情 我就知道有什麼特殊劇情 爆炸 什麼他開門他逃跑了 哇 所以我就變老大了 I'm boss 是 是陷入嗎 重要的資源優化器不知去哪 我們現在變老大 避難所由你負責 靠 我們要充許會怎麼關上大門啊 喔 英勇軍喔 是嗎 不知道真的假的 感覺上就是一個匪徒一樣啊 我一聲正氣耶 他叫我們自己關上大門試試看 原來他不是匪徒喔 點一下 真的是好人 是不是我太黑心了 等一下我剛剛沒有看到 我只能四個 所以要建造更多的那個 不然他們沒辦法進來對不對 改善住宿環境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有點像是 我們先住宿環境先增加一下 住宿環境應該在家 家裡吧 再加在旁邊 變大宿舍 你可以進來 you can come in 進來 去顧大門 地圖解鎖 地圖解鎖 其實我很喜歡這樣的劇情 就玩一玩又有劇情代入 真的比較有那種 代入的情感進去 不然如果只是單純的玩遊戲 會很無聊 充滿危機的廢徒世界當中 將會遭遇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出去外面了 我們現在要去屁戶山 出發 可不可以多一點人哪 很可能就兩個人 一個就負責電力 一個負責餐廳 好 這邊嗎 往下走 啊 三個人對三對三哪 啊 我那個前面那個戰士好威猛喔 好威猛喔 一打三 我應該要把他訓練他 加強他就好了 這感覺這個是什麼 啊 點一下他 這個金燙他為什麼不能點 啊 算了直接過吧 我們把我們的技能留下來 救命啊救命啊 女人的聲音 可惡不讓我點 可以了嗎 可惡 可惡這個為什麼不讓我點啊 那很可惡耶 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 這有嗎有閃亮的東西嗎 欸他其實有點立體感耶 有沒有看到嗎 好啦他沒有不讓我按 好啦算了 要再下去一層啦 很有趣耶 難怪會是 銷量最好 也不是說銷量最好 就銷量還蠻好 下載有2億 但是是指同系列商品 和你拍照 RX 噔噔 我們回來了 進來 失敗了嗎 它只是會讀一下 我們沒有水源了啦 醫療資格增加 將它升級到五級 是這個嗎 然後升級到五級 它是一師就補血師嘛 它去 又去顧大門 你也去顧大門 好 兩個人在發電站 一個人在吃東西 好好好 現在可以點它嗎 沒有 它是顧 有的對嗎 我就是可以點嘛 欸好帥 為什麼可以弄這麼帥 居民好帥喔 煩了 好帥的居民喔 好 不看了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可以創建其他東西 但 因為它一到劇情走 通過紅色維修站 好 我們前往吧 我們現在要去搶一些糧食嗎 又是這個 我可以拉大勢也不錯 喔 這樣就好啦 沒關係 欸好醜 好醜 喔 喔 好強喔 這是補血 欸 等一下等一下喔 我看沒有拿到東西啊 好 我看他怎麼聽到怪物的聲音 所以他不用一個一個走 他直接往前走到那個地方就好了 這個可以拿嗎 這個可以拿嗎 可以 我們要到下一層 你看他直接點他就會走到那個 你不用一個一個走 他會自動走下去 算方便的地方啦 又是這個人 可惡 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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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肉 為什麼有一隻狗 喔 我們的隊友 我們多了一隻狗啊 我們多了一隻狗啊 他是支援屬性欸 我們等一下看支援可以支援什麼 喔 還蠻強的欸 這隻狗還蠻強的欸 欸咦 感覺有BOSS了 呵呵呵 他是BOSS啊 BOSS還會出現這個圖有沒有 感覺很兇狠的BOSS圖 好 來啦 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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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留了補血實在啊 還有一隻狗 追加機 没人工 出來 回去了 今天的遊戲就 加大家 如果還有更多的未尚師遊戲 或是更多的新手機遊戲資訊 我也可以再通知大家 也記得要訂閱我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